接下来啊 跟大家讲讲三把球派 那么按照实经讯序啊 或者说按照实经讯序的话 应该怎么讲呢 按照那个我买的入手讯序 讲好吧 那么我最开始入手的呢 是这个球派 威斯卡利亚 ALC 对吧 FL收饼 那么我基本配置都是这样 它默认配置都是正手 T05反手 T64 是吧 然后呢 我后来呢 就是因为这个威斯卡利亚 打了一下 确实感觉这个反手确实很好 力量也很高 但是有时候就是快了一点 说不太弹了一点 那么正是什么拉球呢 感觉好像 这个那个停留时间啊 不是很长 而且呢 就是说旋转上还是差一点 不发力确实不行 就是打不透 那么感觉 那么好 后来呢 我又入手了 就是说林高原ALC 看一下林高原啊 应该是一个红色AL 应该是ALC 那么也是这样的 你看 正手 T05 反手 看到吗 T64 对吧 哇 我一打一上手 怎么感觉这个拍子那么好打 比这个威斯卡利好打多了 正手拉球啊 都能上 速度也不错啊 对吧 好 后来呢 我打了一下 真的感觉上 我试了很多球板 大家如果看看我的视频 就会知道会有很多的蝴蝶球棒 ALC 内置ALC 外置ALC 对吧 还有内置的GLC 小花人 或者是外置GLC 水库笋GLC 对吧 打下来之后呢 总的港 包括张本质和ALC 都有 打了打去之后呢 就说还是林高原最好打 就说林高原这个打法更适合我 比如说近台快速 两面百速 均衡控制落点 对吧 就是比较联动 大家说的 它就是一个控制型 加进攻型的底板 对吧 然后两面百速很快 联动也很好 手感非常好 什么去都能上 基本上就是非常便宜的一个球板 但是呢 我打多了之后呢 就是说问题不大 就是说打了四 这么多蝴蝶球板之后 我发现还是这个 外置的ALC 更适合我一点 为什么 外置ALC的静态的速度快 而且呢 就是相比于ZLC来说 你想发多大力的时候呢 能发得出来 ZLC就表面一下子弹出来了 这一点不太好 对吧 那么林高原唯一的缺点 我就感觉中元台 那个底线上稍微差了一点 所以呢 综合手术 就是我呢 适合打外置ALC 然后呢 中元台的底线 稍微差了一点点 对吧 那么 同时呢 我也就是说 林高原 那个ALC 我防守配置T64 就是明显感觉 就是录体快推啊 挡啊 拨啊 没问题 速度蛮快 但是有时候啊 你接那 接台内球的时候 因为T64胶皮啊 偏弹了一点 所以快了一点 所以后来呢 我就说 我知道 我林高原还行 我又买了一把 因为 但是呢 这把配置是这样 就是正手 我正手还是T05 对吧 反手是T80 就是个区别 所以呢 我觉得好像 挺好位置 外置的ALC 对我来说的话 我反手要配个T80 就够了 又有速度 对吧 然后呢 又还有点的 那个稳定性 对吧 包括大家去看 张继克的早期视频 他也自己说 他的反手是T80 就是有速度 又有速度 还有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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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60 对吧 好 最后 4的小说 就还是我说的 我适合车打 ALCC 的外置 那么我就买一把 张继克 人家说张继克 ALC呢 还是向你偏向于 落化版的那个维斯 为什么要先去尝试一下呢 人家说是落化版的维斯 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说 为什么这么想话呢 因为明显到 林高原ALC 跟那个维斯卡利 对比起来 防守点大板 没有维斯卡利 好 维斯卡利 跟你说 就防守 就自动的 人家多发力 我发多大力 我这个 这个圣手点过去 一点问题都没有 还是非常好打 对吧 林高原 就稍微有的时候 防守 有时候会球一定跳 感觉弧性拼高 甚至出击 因为他那个 点大板 那是感觉好像 点不住一样的 后来我就试了一把 买了一把张继克 ALC 刚刚买的 张继克ALC 大家可以看一下 防守 T80 对吧 正手 是T.5 两面海面 好度是 2.1 打了之后呢 我就发现 哎呦 这个球拍 真是好打 真是好打 那我个人感觉 就是这两个球拍是好 我现在可能 更喜欢张继克一点 为什么呢 张继克的防守 大家打上去 就是把明显的感觉 更像维斯那种味道 就各种维斯的味道 把硬啊 但是又没有维斯那么快 所以硬很好 就是我换了个T80 而且停留时间啊 他明显的 就是说张继克ALC 他明显的正防守 停留时间比林高原 要长 所以我觉得 把张继克ALC 跟林高原ALC 相比 有什么感觉 就是说 张继克ALC 明显的 速度上 可能比林高原ALC 要慢一点 但是他的球的力量感 或者旋转上 他是比林高原要 要好一点的 就这么感觉 那么手感上呢 肯定是林高原好一点 但是呢 我觉得两个的手感 也非常接近 就是没有到 就是说 我可以牺牲一下 就是比如说 林高原ALC的速度 来提高我来球的质量 比如说力量感 跟旋转上 对吧 林高原ALC 主要的感觉 就是让我觉得 手感非常好 而且挺快 功法也都挺好 但是呢 张继克呢 我觉得 就是他速度上 相对比林高原慢一点 但是呢 我觉得 挺好 反手上 可能林高原的手感上 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 其他的方面 张继克ALC 比如什么 旋转上 选择上 力量上 都是比林高原好的 手感上 比林高原差了一点点 比影响不大 对 就是这个速度上 可能比那个林高原差一点 那么明显的 就是说张继克跟林高 这个维斯卡利亚 就非常非常像的 凡是你可以感觉到 还是有那么维斯那种味道 凡是那种 顶啊 顶大板 这种感觉有 正是呢 明显的比维斯卡利亚好大 这个球拉球的感觉 在手上 正是 明显停的事情很惨 拉过去 球也挺好 而且拉过去球 球啊 比如说 你看有时候 今天我跟人家 放来一下 人家给我摆在那里短 我直接可以拉过去 拉过去 拉人家的小三角 把人家拉 这个路点的控制上 我感觉更好 所以说 拉球过去之后 一个手上感觉上 拉球感觉上 对吧 停的实际上 我觉得张继克更好 第二个 路点上 我觉得比林高原还好 这角度更刁专 林高原 比如说 我同样一个位置 拉过去对吧 他就可能底线 稍微长一点 张继克可以拉到小三角去 所以呢 我觉得我很喜欢张继克 而且这个张继克的拍柄 也为了很舒服 张继克 林高原 A2C这个拍柄啊 我总觉得都为了 都挺舒服的 不像那个水谷所谷的偏小 但我的威斯 我觉得还不太喜欢 因为稍微拍柄 厚这么一点点 人家说 威斯卡丽亚 什么外观 天啊 我觉得一般 对吧 对 这就是我的中速 反正呢 就是说 这两个板子都挺好 如果你想打 速度稍微快一点 对吧 你可以选择零高原 然后两面快速 对吧 但是呢 就是缺了质量 尤其中两天 质量上稍微差一点 但是如果你要找一个 很接近为师的味道 我觉得张继克 A2C非常合适 非常合适 它那个板 还是很硬的感觉 像我也试过 波瓦A2C 拿过朋友的试过 但是呢 波瓦A2C呢 可能台内啊 就是快空的时候 板上也挺好 但是我觉得 波瓦A2C拉球啊 没有这个张继克好 张波瓦A2C拉球呢 可能拉过去 球不跳 但张继克拉球 异性很长 很好 所以呢 就是说 我准备就是说 再试试什么情况呢 就把林高远 这块球拍 再试试看 就是翻手了 同样胶皮是一样 翻手都是T80 看到吧 T80 正式都是T 连5 2.1海绵 再试试看 两个的感觉 仔细对比两个区别 但总体来说 我觉得 还是林高远 张继克 我更喜欢张继克 L11点 对吧 如果你打不透 这个维斯卡利亚 可以试试张继克 对吧 如果你张继克的手感 你感觉还是不好 那你还可以试试林高远 我觉得这三款球拍 是蝴蝶中 比较适合 业于球手的 尤其是林高远 是更适合 张继克都比较适合 业于球手 那专业选手 当然是 威斯卡利亚 好吧 大家有什么问题 给我留言